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康加财富 知足就是福 大家好 欢迎在路来到邱正宏谈健康 今天邱医师要跟大家谈谈 如何真胖 如何变胖 为什么要跟大家谈这个话题呢 因为很多网友跟邱医师反映说 邱医师你都在YouTube频道或者是在媒体 教大家如何减肥 如何瘦身 但是呢 我们根本不是肥胖的问题 我们是想吃 吃不胖 我们想要胖一点 可是没有办法 还有人呢 就是想要做自体脂肪的甜点 或者自体脂肪的浓乳丰臭呢 他呢 要去咨询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面临到处说 医师跟他讲说 哎呀 你太瘦了 你要吃胖一点 根本没有脂肪可以移植嘛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需要吃胖一点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谈谈如何增胖 如何变胖 好 当然我们知道 变胖跟减肥呢 是反向操作 以前邱医师有跟大家谈过很多减肥的方法 所以今天呢 如果你要变胖呢 你就应该反向操作 为什么要反向操作 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们的脂肪细胞要变胖 要长大 一定要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就是你一定要给它热量 我们呢 吃进来的热量 如果用不掉 那么它才有机会 储存在脂肪细胞跟肝糖当中 肝糖啊 大概只能储存 500克的肝糖 乘以4 大概就是2000大卡的热量 如果热量一直进来 超过了这个储存量 那么多余的热量一定是 跑到我们的脂肪细胞当中 这是第一个要件 第二个要件呢 就是你必须要有 胰岛素的分泌 胰岛素有两个作用 一个呢 就是降血糖 降血糖呢 就是把血液当中的糖分呢 压下去 让它跑到肝糖跟跑到脂肪当中 那我刚刚讲过了 肝糖大概只有500克的肝糖而已 全身只有500克的肝糖 这500克的肝糖 2000大卡它就满了 就没有地方再形成肝糖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会变成脂肪 脂肪呢 占我们储存热量的77% 相当大的容量可以储存非常多的热量 好 胰岛素呢 除了降血糖 把血糖压到脂肪细胞当中以外呢 它还有第二个作用呢 就是 避免脂肪去分解 可以抑制脂肪的分解 也就是说 当你有胰岛素分泌出来的时候呢 你即便有运动呢 你呢也是燃烧肝糖 不会燃烧这个脂肪细胞 因为它尽量倾向于让脂肪留在脂肪细胞当中 从上面这两个要件来看 大家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如果你想变胖 一定要达成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要不断的吃 吃进超过你身体需求的热量 让它有机会去储存到脂肪细胞当中 第二个就是要尽量让胰岛素去分泌 怎么样做到这两个结果呢 当然第一个就是不停的吃吃吃吃吃吃吃 那第二个呢 就是不停的睡睡睡睡睡睡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有些人他胖不起来 是因为他肠胃道消化到呢 这个消化吸收的功能太长 吃进多少就拉多少 那这样的话热量完全没有吸收 当然没有机会存到体内形成它的脂肪 所以如果有消化吸收技能不好 当然你要改善你消化到的消化跟吸收的技能 所以今天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 如果你要变胖呢 必须要做三件事 这三件事就是第一不要运动 第二整天坐着或躺着 第三不要让自己有恶到的感觉 不要运动是为了避免肾上腺素的刺激 然后让脂肪细胞去分解脂肪 所以尽量不要做运动 特别是燃脂的耐力运动 整天坐着呢 是为了避免站着或走路 让大腿的肌肉收缩的时候 会启动燃脂的酵素 这样子才避免脂肪会被燃烧掉 不要让自己有饥饿的感觉 就是因为当你有饿的感觉的时候 代表你的血糖是下降了 下降的时候呢 如果你不吃东西 脂肪就会有机会燃烧 你应该随身携带一些饼干 糖果点心饮料蛋糕水果之类的东西 一有饿的感觉 就应该赶快把这些东西吃进去 让血糖上升 那么胰岛素粉明 不但避免脂肪燃烧 还有机会存进更多的脂肪 这样就可以让你越来越胖了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 如何变胖 如何增胖 这样的一个减肥的反向操作技巧 希望这个讯息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获取最新的讯息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 请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 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 请按订阅 下回见